今天这期节目呢 想先在现场呀 做这样的一个调查 我想先问一下几位专家 天一老师 当年您在找对象的时候 有没有遭遇过父母反对呀 双方的父母 遭遇过我自己的父母 就是现在的这个丈夫吗 还是之前的朋友 我之前的 之前的朋友 父母反对的时候 你会怎么办呢 挺难受的吧 就你会听爸妈的呢 还是坚持自己的选择 我们那代人肯定要听 如果你不听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那你准天IT呗 没好日子过了 施老师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我遭遇过 我现在岳母的审查 不是反对 审查的一个主要原因 觉得我的个头不太够高 但是呢 没有特别反对 没有特别反对 苦曼应该没有遭遇过吧 我是在一段恋情当中 我的初恋是遭到 父母的极力反对 然后当时因为我们很年少 轻狂啊 要捍卫自己所谓的爱情 所以是与父母对抗五年 最终未能修成正果 所以还是要听爸妈的话 当时对抗这五年的时候 你和父母是 关系非常紧张 非常紧张 爸爸还曾说要脱离 父女关系 所以现在在想来 要爸妈不同意 有的时候还得听听哈 我现在是觉得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王导呢 如果当初他们要是反对 就没有后来的不对 可惜当时他们在插队 所以到现在我才知道 我的决定是不对 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一家人的故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家住石家庄市的张先生与王女士 原本生活富裕无忧 却在近半年的时间里 每天生活在不安与忐忑中 原因在于他们与儿子的关系 更令父母担心的是 儿子极为波动的情绪和过激的行为 百般无奈的父母经姑姑劝说 决定来到栏目组寻求帮助 而这一想法却遭到了儿子的拒绝 在编导与姑姑的极力劝说下 一直态度坚决的儿子终于开始动摇 同意来到节目现场 意图心中欲解 几经周折 一家人千里迢迢远远赴北京 走近谁再说 儿子多大了 今年三十了 三十了 跟你们好像最近闹得不是特别愉快是吗 是给妈妈不愉快 给爸爸也不愉快 你家子是没法过 你已经觉得日子都没法过了 我儿子太痛苦了 我看着难受 您觉得这日子没法过是因为儿子太痛苦了 并不是您在痛苦 我也痛苦 太不正常了 就不是一个正常家属里的生活状 不是半年除了吵 几乎就没有任何的交流 就是这个事对他打击太大了 而半年前 一家人的生活并不是这样 这一切的缘由都要从儿子的女朋友说起 随着年龄的增长 父母不断的为儿子安排相亲 终于在2007年 儿子恋爱了 而对于这桩恋情 父母也是乐观其成 携手走过三年多的风风雨雨过后 这对恋人想要结束爱情长跑 步入婚姻的殿堂 而此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手为自己编制爱情童话的父母 却突然反对两人继续交往 在父母的强烈反对下 女孩不堪重负 折了离开 这段恋情就此告终 用情至深的儿子 沉浸在痛苦中无法自拔 终日萎靡不振 与他们的关系也急转直下 开始冷战 你们和儿子之间所有的矛盾 都是因为这个女孩子而产生的吗 是 他和这个女孩交往多久了 从07年的6月份到10年的10月份分手的 三年多的一个一段感情 对 他们感情很好吗 我儿子没跟我说他们两个怎么样 那你们是反对吗 一开始不反对 一开始介绍人说的是本科毕业 是欠合同的一生 他一个岁数是给儿子差三岁 结果的岁数给儿子差六岁 小六岁是吗 小六岁 也不是欠合同的一生 也不是本科毕业的 他连个初 就是初中毕业 我们俩就是交往一段时间之后 他把这个情况就都跟我说了 然后我家里也清楚这个情况了 然后就 那时候我妈就表现出就是不愿意让我们俩再在一起了 我说这绝对是不行儿子 为什么绝对不行呢 养了以后 我说他在这个学艺的这个路上 这么低的学历 养了以后绝对是没有发展 你见过这女孩吗 我见过 当时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着儿子喜欢 我就喜欢 不是挺明白是的吗 儿子喜欢您就喜欢 是 那怎么后来就儿子 后来一出现这个情况 我说这绝对是不行儿子 绝对不行 您做什么行动了吗 我给这个小丫头打过两次电话 您是经过儿子同意打的呢 还是没经过 没有 我不知道 她是打完了之后 我通过这个女孩才知道 我给你直接打家话 不合适吧 通电话您说什么了呀 姑娘 你岁是这么小 我是应该好好学习 现在以后有个好的工作 不要那个 把自己这个好时间都浪费掉 你这也没说明白呀 我要是这姑娘 我根本不知道您想说什么 我觉得挺不可理解的 有什么事情你也可以直接跟我说 你怎么能跟这个女孩打电话 有一年多吧 我看到两个孩子还在 还在交往 还在交往 没分手 没分手 我又打过一次电话 他都是背着我打的 这次打电话 我给他说 我说这个绝对是不行 你们两个这个学历都这么低 以后谁也帮不了谁 以后你们要分手 吃亏的还是你 我说小伙子他怎么着 他找对象他也好找 你如果要是真什么了的话 您这准婆婆说话够气人的啊 我也是为他找钱 因为我也是女的 我就想到 现在以后他不好 找对象了嘛 我也是为他 那对面小女孩什么反应呢 小女孩说 不要再说了 我知道了 他们可以反对 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反对 您当时口气是像 跟我说话这样的口气 对对对 还是有点厉害呀 没有没有 你认为呢先生 基本上是个没脾气的人 没脾气的人 你们俩谁脾气大呀平时 我脾气大 您脾气大 您没给姑娘打过电话吧 没有 父亲给过儿子一些态度吗 同意或者不同意 这个事的 这个孩子对他这个事的 本身态度都不三明了 现在人情况多了 我们那样的 没工作的 这个又打过我们的 我就想说 爸爸你 妈妈你不要再给我 叫别人介绍了 就是他了 要不要财 也得行了 他也没跟你们说过 始终也不不要财 其他要再介绍吧 他是继续别手 看着性 看着性 有个卡罗不少了 我的角罗 我说是这孩子的原因 不是会不会是 你们必须让人去呀 没有 想想以前 真的感觉挺幼稚 我甚至带着这个女孩 去一块去相亲一下 当他这个 说还在跟那女孩交往的时候 你逼他跟这个女孩子分手了吗 你觉得 没有 从来没有 是吗 没有 忘推一下儿子的话筒 先生你好 你好 妈妈说当时他并不是特别反对 也没有什么 逼你跟这女孩子分手的意思 有吗 这个问题不必再讨论了 这他们应该心里很非常清楚 他们想不想让我和这个女孩在一起 他们说过不止一次两次了 一谈到激烈了 我妈就说她身体不行了 然后这话题就没法再继续进行下去了 还没分手的时候 我妈就说 我们两个人绝对不可能在一起 那也是我爸的意见 然后说到激烈的时候 我妈就躺到床上 就是好像是刚才我说的那种方式 然后我爸的就坐在 他平时不抽烟的 就是坐在那沙发上 一个劲的呕烟 就是他用那种无声的方式 就给我施加压力 从来说让我心里都特别难受 是这样吗 这位妈妈 时候谈到什么了 我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太好 父母有的时候反对啊 她是真生气 可能她真的心脏不舒服了 但是每每出现这种 父母的这种状况的时候呢 对被反对者来讲 那真的是一种压力 甚至是一种痛苦 特别是像父亲的这种表达 不说话 我抽烟 我一直抽 你想想作为一个儿子的 他会怎么承受这个过程 但是我觉得父母的担心 也不是全无道理的 因为我觉得这一对父母 做好来 看到他们现在这种情况 其实我在想 我们能够理解父母 他们也是有他们当时的一个考虑的 我想中国的爸爸妈妈 每一对父母恐怕 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 将来能够生活的快乐 生活的稳定 因为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他们肯定有自己很多的考虑 真的很能理解父母 为什么为孩子的事情那么揪心 反过来从我的职业角度上来讲 其实我也很理解你们的30岁的儿子 为什么和你们闹那么不开心 就你们可能评价的标准不一样 现在父母反对 然后儿女去理解 可能要经过很长的时间 就也许这个事情过了几年 然后孩子长大了 然后再翻过头来想的时候 可能是确实能深切地理解父母 但是你让他当时在一个感情高峰 来接受父母的意见 实际上是相当困难的 我们俗话常说 相亲相的是条件 其实他父母看来应该是经验 我认为还是应该 听取父母的这个经验 儿子现在跟你们住一块吗 住一块 住一块 每天说话吗 说话很少 我跟我爸妈没有 真的是一点交流都没有 最近发生了一件事 好像你们在一起吃顿饭是吗 是 我们找他 找他死叔 他三叔 我还以后就找我睡觉装 他睡觉装是在一块吃顿饭 因为张建这个失恋了 当天他有过比较激动的行为吗 有 有 什么行为呢 把那个酒杯拿起来以后 碰着把酒杯碰碎了 什么样的酒杯啊 就是那个高脚杯 高脚杯 对对 然后直接冲到脑袋上 对 他一碰着杯子就破了 在这个吃饭的时候 反正我这个弟弟吧 就激励的引导 就说给你爸 给你妈 这个敬个酒 这个时候这儿还有个不亚衣 说到激动的时候 就发生刚才说这种情况 当时你们特着急吧 是 当时我心里非常的紧张 所以那天 本来是想把叔叔们都叫来 说说这事就过去了 对对 结果没想到又激化了 对对对 谈到这个 就主要矛盾点的时候 就情绪很难控制 先生您有没有过那种 爱上一个女孩子 但是得不到她 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之前 没有 所以就是您没有这样的体会 没有 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他可能 有些人 他由于自己的这个心理的调适啊 比较强 他可能失恋了 很快就能走得出来 但是也有人 一辈子只爱一个人 真没办法 是 现在 如果说这个女孩子 还愿意回到你儿子身边 你们还会反对吗 日子就是同意 回到身边 可以没问题 您确认是吗 对我确认 您呢 如果我儿子真的喜欢她 那我做妈妈的 也就随着我儿子 其实这几个月 你们已经有点想通了 对 我看着我儿子太痛苦了 老是喝酒自己 他本来他这个胃度不好 原来是120多斤 现在剩了一百零几斤了 瘦的 瘦了二十来斤 所以妈妈看着 老是喝酒 自己喝酒 我说喝酒想干 他这个喝的都是65度的酒 我怕他身体真是支撑不住 整天就喝 喝了好几个月了 最开始分手的那段时间 就是每天中午 我只吃中午一顿饭 然后喝酒 这个事对他打击太大了 以后来就是一天两顿的喝 回想起这半年来 儿子的种种行为 母亲的心疼与不舍 都化作滴滴的泪珠 夺旷而出 从母亲的诉说中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这半年来 儿子所经历的苦痛 儿子的戒酒浇愁 不但没有熄灭自己的思念 反而灼烧了母亲脆弱的心 来今天呢 姑姑也来到现场 帮我推一下姑姑的话头 阿姨你好 看到这个弟媳妇这么难受 您是不是也特别着急啊 特别着急 为了一段爱情 一个家本来特别和美的家 现在变成了这样 我也是不愿看到的 我弟弟他们家 本来应该是很 应该是很幸福的一家 我弟弟他们在世界当时 有好几处房子 有车 有钱 您觉得您侄子 之前懂事吗 我侄子 我是从小看到他长大的 我侄子从小是一个 非常可爱的孩子 他跟爸爸妈妈关系怎么样啊 原来的时候就是没这个事之前 这个关系应该是非常 是应该是正常的 那这位姑姑我来问您同样一个问题 假如说今天做完节目之后 这个儿子和他的女朋友复合了 你能接受吗 我能接受 就是这一家子 不管是什么方式 只要是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能过上这个幸福的日子 我都能接受 谢谢您 来问一下两位 今天来到我们这儿 先生您希望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希望就是 将我日子 用来的 这个提高勇气 面对现实 好 这位妈妈 您希望怎么解决这件问题呢 我都想着我儿子天天开心 不要争天家 这个喝酒了 好 那两位休息一下 我们听听儿子怎么说 刚刚听爸爸妈妈说了 我相信您也挺着急的吧 对 和父母的关系的确如他们所说是吗 还不如他们所说的 几乎现在是没有任何交流 只要一说话就是争吵 你根本没有想过会是这样 分手之后 确实就走不出来 就是这种情况 我也是无法解脱 我也是主动地跟他说话 像给儿子沟通沟通 他不跟我说 分手多久了 正式分手有半年了 分手这半年来 你们经常联系吗 我一直在试图联系他 但是始终联系不上 如果不是咱们这期做节目 我准备 最近还要再去找 当时分手 确实也是非常痛苦 因为那时候提出分手的时候 我们还在一起 但是在一起的时候 他已经是和另一个人在谈了 所以说那每天 精神上承受的压力非常大 也就是说 其实最后你们分手的原因是 他有了新的生活 而并不是你父母反对 我也搞不清楚 这儿子他就不给我说 他里头查量是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当时提出分手的时候 我问他吧 我说是不是因为 这个你现在谈这个朋友 要结束我们四年的这段感情 他说不是 那我问他你怎么证明了 他说我可以当着你的面 给这个男的打电话 说我们之间不太合适 不可能 打了吗 打了 这个男的就觉得也是无法接受 就去直接找他去了 我跟那个男的就发生了一些冲突 这些事你父母都知道吗 他没跟我说 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也就是说你们之间有了一些肢体冲突 对吗 对 就从那一天你们就分手了吗 又过了几天吧 就算了 那时候他就把我的手机号码设成黑名单了 也就是说这几年你们俩其实感情非常好 对吗 非常好 我现在想起来确实非常悔恨 他都是求着要跟我在一起 四年了 我没有给他一个名分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没有一个好的心态 一点小事就对他大吵大闹 还对他说脏话 所以这些让我想起来都特别回合 你现在这种痛苦的状态 不仅仅是因为爸爸妈妈的吉利反对 还有很多时候是你自己走不出来对吗 对 现在之所以痛苦就是 家庭和这个爱情两方面都纠结在一起了 哪一方面也不顺利 直到今天你都认为你是深深的爱着他的对吗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这份爱就在内心最深处 我当时我连我自己可以说都不知道 之后就是分手之后 内心的这个想法就彻底爆发出来了 我才知道 我真的非常爱他 但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各人都在乎 所以你现在对自己每天喝酒等等在惩罚自己对吗 对就是在折磨自己 我当时最初的时候 你像我我妈老是早晨做把饭做好了 我根本就不吃 晚上回家以后也是把饭都做好就摆在桌子上 我也不吃 这一段我们就不甘理他 我就是中午在店里 随便买一点 然后就是喝酒 中午也喝 晚上也喝 就是每天就是靠酒精码对自己 我刚分手的那一段是天天喝 如果不喝的话我就睡不着觉 整夜的十年 特别的难受 之前我们也分手多少次了 每次总是能复合 你有没有也像那个男孩一样 在哪里等过他很久 他已经从单位辞职了 一直可能他要相考研究生 也就是说你一直没有见到对吗 没有 半年了一年没有见到 你有他其他联系方式吗 通过就是扣扣的短信 问了他一句 为什么这样对我 后来等到第二天 我再上网的时候 他给我回复了一条信息 就说我所做的这一切 并不是为了他 我也不爱他 因为此我想必须要见他一面 当面跟他说清楚这些 我不希望他对我有任何误解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上 你觉得爸爸妈妈 对这段爱情的反对 是导致你们最终分手的 重要原因之一吗 是原因之一 但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原因在我 我始终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他如果他本人 也如果家觉得 不能结婚 父母能怎么着 我这些年 确实是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父母安排好的 从上学到上班 我没有超过任何心 在面对这个女孩 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也犹豫 我想以后如果结了婚之后 只靠我一个的这点工资 养家非常困难 直到最后分手了 我才真正认识到一点 我就总结出来一句话 就是爱他就好 爱他就好好对他 也就是说当时爸妈的反对 你其实还是挺在意的 因为你知道 如果爸妈坚决不同意 靠你个人能力 你很难支撑起这个家 对吗 对 再一个 我也不想把生活过得特别累 爸爸妈妈 反对你的这件事情 妈妈刚才说 她给那女孩打过电话 对吧 打过 你知道吗这事之前 不知道 她是事后这个女孩告诉我 我才知道 生气吗 当然非常生气 不可 我就觉得很不可理解 有什么事情 你可以直接找我说 你为什么要找那个女孩 你现在那些女孩 都没上你脚来之前 你没有死个儿 给那些照点 所以说我现在对她们的怨恨 并不是说单纯的 她们反对我 而是因为她们在处理 这些个事情的方式上 让我无法接受 那么那此事 你有没有跟父母沟通过 因为我觉得你爸爸妈妈 还是能听进句话的人 现在是因为 把这个局面已经 已经是闹到这个 不可调和的地步了 所有说 她们能听进我说的话 以前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以前根本听不进去 对 以前听不进去 我记得我们编导说过 说你父母曾经说过 如果你找这个女孩 就以死相逼 有过这样的事情吗 之所以是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 我跟这个女孩 还在一起的时候 我家里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 介绍了一个对象 当时 谈第一面 感觉还行吧 谈了一段时间 分了手以后 介绍的人也可多了 就是 光是应付应付 给你打个电话 见了几次面 后来我感觉 我跟这个女孩根本就不合适 就无法在一起 但是这个女孩自身条件不错 我爸妈特别喜欢 就一直逼着我 非得要跟她在一起 我个人这个性格 不是 不会说就是 就是掩饰自己 然后后来我就 后来表现的越来越强烈 强烈 那个女孩 也后来也看出来了 我爸妈的 但是还是就是 极力的想 让我俩在一起 最后就是 刚才我说的 他 我妈就是躺床上 说身体不行 我爸就一直在那儿呕咽 然后就说 我爸就说那句话 就是说 他活着 我就不能跟这个女孩在一起 说吧 他活着 你就不能跟那个女孩在一起 就不能把他娶进去 他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反对我 但是说 他们就是那种默不住声 就是给你心理制造压力的 那种方法 实在是让我接受不了 所以说 从那时候 我就想 我必须要靠我自己 干成一点事情 当时还跟那个女孩在一起 我们俩一块去夜市 赚了两天 选项目 后来选好了 第三天 我就去进货 一步一步逼着自己 必须要马上成功 我说 那段时间也是特别苦 每天扛了几十斤的东西 就去摆地摊去 城管也赶过 我就是想 靠我自己努力 尽快成功 然后不受 这些个外界的压力 我能跟这个女孩在一起 这个钱都是我们投的 因为我 之前跟这个女孩分手的时候 我跟她说过 我说你这个学医 因为她要考一时资格证 你说这考试有偶然性 你不可能就是说 通过这一次考试就能考上 我说 有我做生意 这个经济基础 你就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今年考不上 你明年接着考 她是这样开这个店 她是为这个选丫头开的 我为做这个生意 完全就是为了她 我真的 当时做生意最困难的时候 三天两头都不开账 我都坚持不下去了 但是我一想起她的 我想起我对她的那句承诺 我跟她说过 我必须成功 所以说我就一直咬牙坚持 但是她前一段 给我回复那条信息 就说 我所做的一切 并不是为了 现在生意还可以了是吗 现在逐步好转 因为刚开始 也没那个眼光 也不知道经营知道 后来慢慢通过了半年时间 有所好转 我在想半年来 不知道她经历了哪些东西 可能常常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不知道各位老师 对她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 这个男孩子其实经历了几个 非常不一样的情感过程 这个历程开始是委屈 觉得爸爸妈妈不理解 中间会有一段时间 迁怒于爸爸妈妈 最后是内疚 现在她的痛苦完全是一种自责 情绪只有到完全归罪于自己 很自责的时候 就是很折磨人的时候 所以她现在应该是非常痛苦的 在你没有上场之前 我在想象着你长什么样子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很老实 很敦厚 就是很胖胖的 对我想应该是这样的一个 很男孩子 但是上来以后呢 我当时就愣了一下 看人家特别年轻 才二十出头的样子 像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 但你做了讲述以后呢 逐步对你有些了解 包括你的很多语言 有几句话觉得特别清楚 一个是四年了 我却没有给她一个名分 包括你最后讲到的 我想挣钱让她来 今年考不上明年考 还有爱她就应该好好对她 对爱她就要好好对她 这些话 每一句话都砸在我心里头 让我感觉到爱情的力量 真的是特别的伟大 把一个男孩子 逐步的像一个男人的 这种成熟过度的过程 在你身上能够从你的语言当中体现出来 我觉得这个男孩子 现在他好像有点像成功强迫症一样的 在逼迫自己成功 因为他家庭条件很好 他没有必要这样 但他要这样 他的心理动因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是一个复杂的成因造成的 一定和他的父母教育 他的方法有关 一定和他的成长记忆有关 同时跟他内心的内趋利 或者说他是怀着一种怎样的一种心情 然后想跟这个女孩子过上一种独立的生活 等等这些有关 我觉得特别复杂 看上去像是一份情感 导致了一个进步青年的出现 但实际上这样的一种相对比较极致极端 急切急迫的这样一种节奏感 让我感受到了一份压力 实际上这份压力 我已经想把它转换成一种担心 对于眼前的这个男孩子来讲 我想告诉你一个结果 如果他现在知道你是不在意的 也许他联系你的时间会早一些 其实我们说一个男人的成熟 他是怎么成熟起来和成长起来的 他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情感中 我觉得这个男孩挺有收获的 他起码知道了爱就应该对人家好 你是幸福的 你在感受着很多人一辈子都未见得能感受上的一份情感 叔叔们请你们吃饭 想调解一下这件事 好像你做了一件挺过激的事情 是 我这半年来很多事情我都做得很过激 那些当时不是情绪还可以 后来你怎么突然就把杯子砸到脑袋上了呢 谈话就是我跟我父母之间的这个代沟太深了 就是我的想法和他们的想法总是对不到一起 他们总是在强调他们的 我在强调我的 所以这两个矛盾激发在一起 就做出这种过激的行为 事后也挺后悔的对吗 今天我来的时候 上车的时候 我爸在前面 我在后边 我也从后边看他后脑 也都是满头白发 我心里也是特别纠结 特别难受 你说我现在这个不能跟自己最爱的人在一起了 跟这个家里的关系也始终就是调解不好 每次我跟我爸妈吵完架了之后 我心里也特别难受 特别后悔 我又不想让他们生气 我也怕他们毕竟都这么大岁数了 身体上再出现任何问题 这也是我不想看到的 但是每次到了事情上 又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你天下气心吊胆的 都是急着他 我说我现在活的真的是特别累 我哪怕是 现在我干的这些个事情 有一点点成功了 但我 一点快乐 你知道你为什么忘不了他吗 不爱他 你爱他是对的 我非常相信 你肯定特别爱他 但同时我也想告诉你 如果今天 我们最后寻求的答案是 他已经不爱你了 那么 我明白 刚才咱做这期节目之前 其实我挺紧张的 之所以紧张并不是说 因为要面对尽头 而是我觉得在咱们编导那 可能有我这辈子都不想得到的消息 我也清楚 我们俩在一起的概率非常小了 我一直就是抱着那万分之一的希望 而期盼着奇迹的发生 我是想跟你说呢 说如果他已经不爱你了 而你始终走不出来 那是因为你没有找到门的位置 你没有找到打开他的方法 其实今天 录这期节目 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特别希望 你能找到一种方法 和你的父母开始交流 然后就不要让他们的头发 摆得太快 不要让他们衰老的过快 因为其实这个世界上 除了爱情还有很多东西 我相信你一定从道理上 非常之清楚 可是你只是没有找到那扇门 我希望今天能够帮你打开 好吗 张先生一家的情况 牵动着整个家族的心 兄弟姐妹们都伸出了援手 帮忙调停 今天我们也把张先生的姐姐姐夫 醒到了节目现场 作为姑姑的张女士 可以说是看着侄子长大的至亲 也是陪着弟弟一家 挺过这半年冷战的见证者 在她的眼中 侄子的种种表现 是与弟弟弟习的教育方法 有着直接关系的 而看到侄子一家的现状 她又不忍批评弟弟弟习 刚才您听到侄子 讲这一大段的时候 什么感觉 我非常心疼 我侄子非常痛苦 虽然说是侄子 其实跟我亲生儿子没有什么两样 我是从小看着侄子长大的 其实我多么希望这个侄子有一个幸福的生活 她和这个女孩的爱情 你的弟弟和弟媳不同意 以前你就知道吗 她知道我弟弟和弟妹 有法对的这个成分 孩子的叔叔 曾经去过这个女孩子的家里 去了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呢 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女孩的父母说 你们在一块都不可能吧 你自己的亲弟弟对这侄子教育方法好吗 从这个教育方法上 说是爱 我感觉在某些方面 属于腻癌了 是 确实是腻癌 从来没搞过 就是吃好喝好 搞不好 觉得好好的学习 你平时你想这个 就是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吧 都是把饭端到饭桌上 有时候甚至把鸡蛋 吃个鸡蛋把皮儿有时候甚至还给剥了 再一个 每天喝水把水还都给它晾好了 就说母亲对孩子这个爱是 多么爱都不过分 打使也要锻炼孩子的这个自信能力 那您希望今天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怎么能够让他们一家走出来 让我侄子了结他这个心结 以后过上正常的幸福生活 他们本来应该是幸福的一家 好 那您休息一下 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你真的说过你俩快离婚吧 这样的话吗 什么时候说的呀 就前一段时间 他们俩吵架 不是他们俩吵架 就是我跟我妈之间发生争吵了 然后呢 你和你妈吵架 然后你让你爸和他离婚 没有 我就跟我妈说这个事情 当时就是也是情绪比较激动的 我也是觉得 就是这么多年了 三个人生活在一起就始终不开心 始终就感觉过得挺压抑 所以就一时激动就说出去 你们离婚了 说过两次 说过两次 你咋说的呀 我就说 像过了日子过得这么难受 那你跟我爸离婚吧 那你真挺有意思啊 你说人家过得难受不难受 人家自己辛苦自知 甘甜也自知 是甘甜自知 但是我也看出来 就是每天我回家的感觉就是压抑 我就想知道啊 就说你 你们家你认为不快乐 不够温暖 是从你谈恋爱 他们反对之后 现在是这样 还是你小的时候认为就是这样 小的时候我就认为 就是我爸说的就是正确的 那个时候你觉得家庭的气氛是和谐的吗 是快乐的吗 是 有时吧 有时比较和谐一些 我们这个家庭 说实在的以前一点事也没有 所以也不是说一点快乐没有 对不对 对 只不过就是到这间 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就撤离 好 来 石刚老师 你这个情急之下 有两成 一个呢 是为了化解当时的痛苦 你觉得爸爸妈妈在一起痛苦 你跟妈妈吵架又特别痛苦 那首先散了就不痛苦了 发泄 是要发泄是吧 其实你下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什么意义你知道吗 因为你跟妈妈之所以发生争吵一个节点在于 你觉得妈妈总不能理解你 是不是 其实你跟那个女孩子有那么深的感情 妈妈为什么就不能理解呢 不要劝你们离呢 所以你看你这个情急之下 非常有心理学意义 是劝他也离婚 哎 言下就是你离了之后 你痛苦了之后 你就知道我了 明白吗 这个很重要 在你儿时的时候 你的印象中爸爸是什么样的 妈妈是什么样的 能总结一下吗 我爸就是特别严厉 然后可能处理起来一些事情不讲究方式方法 简单粗暴 对 我妈妈的就是比较续道一些 爸爸的简单粗暴能够举个例子吗 那就很多了 有一次我跟我那个同学出去 我陪他去理发去了 回家晚了一些 我爸就直接去那人那个同学家 他跟人家那父母发生争吵 你说到第二天之后 我都真的是就无法走进那个班级 我怎么面对那些个同学 不是你爸爸去跟同学 他们家长吵什么 为什么吵呀 他就觉得我可能又出去 跟人家去外边瞎玩去了 那瞎玩他应该管你 不应该管人家呀 所以说他的这些方式方法 就让我接受不了 妈妈呢 我妈就是一直以来就比较续道 就是一个家庭妇女 一直就想把这我们家的这个生活照顾好 她其实并没有什么太鲜明的观点 你觉得她在执行爸爸的观点 他俩仿然总是能想到一块 那人家夫妻感情好还不好啊 好归好 但是方式方法上不好 我明白了 你爸爸你妈妈其实内心过于溺爱你 把所有你的问题都推到别人身上 你谈恋爱是因为那女孩不配你 所以他们要去找那女孩 你回家晚了是因为同学把你带出去了 所以他们要去找同学的家长 并没有认为这是你的问题 他的父母向着他就没有问题 是把自己的孩子总要偏向一些 但是呢 就是把问题都归到别人身上 是偏向到了一种极致 自己的孩子有问题 或者说自己的孩子哪没做好 不符合自己家长的要求 然后就全都归到外人身上 这样其实翻过头来就变成那种溺爱 那接下来呢 我想刚才你说了爸爸妈妈的教育方法 我倒想听听他们是怎么看他们的教育方法的 先生我想先问两个感受啊 第一个感受呢 就是刚才儿子说 今天早晨坐出租车的时候 他坐在您后边 看到您脑后已经有花白的头发的时候 他很难受 掉下眼泪 我不知道那一瞬间 您在观察室里听到了吗 看到了吗 他听到了 哎呀 我感觉日子到了 刚才说以后 我又说日子是好日子 母天这个结局 他这个什么 对我有很多的多人 哎你有没有发现 你儿子其实很像你 很多地方都特别像 比如说 刚才您这个态度 和你儿子的态度 一举同工 你看到就是你说 我有很大的责任 在儿子教育的身上 这个方式上 而您儿子刚才在谈到他的爱情的时候 他说 其实我有很大的责任 就你们俩很像 你们都是很有反思能力的人 这是第一件事 问您的感受 第二件事 儿子讲了 儿时他陪同学去理发的那一件事 您还有印象吗 妈妈还记得那件事吗 好像是有那么一次 我也记不太平了 可能过去您就忘了 吵过您不生气 但这件事情 在儿子的心里 埋下了一个很深的阴影 你看儿子刚才说 第二天我都不知道 我拿什么脸进那个教室 我跟您说 他小的时候 我们可关心的 就是有这个学校旁边有个网络 有时候我就在 他在头里走 我在后边骑车子 我看看他进不进的网络 老跟着 对 也可操心他的 操心没错 但操心的方法值得上去 小的时候你会看孩子的很多东西吗 比如说日记呀 包括后来他的手机呀 妈妈会看吗 看过 看过 看过一些 您不累 我就看上我儿子到底这个是怎么回事 有些个事他不给我说 也跟我说了 不是那你儿子知道你在看他手机吗 有时候知道 有时候不知道 他什么时间您去看呀 去厕所的时候 上厕所的时候 就是每次被看完以后 儿子会发现吗 没有发现过 没发现过 来 推一下孩子发筒 小伙子你好 你好 你妈干嘛看你的手机 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那手机里有秘密吗 就是我跟那个女孩之间 互相发的短信嘛 发短信亲密无间吗 有时候有点晚 有多亲密呀 能说一条能说的吗 这例子不太好举 比如说你的手机 现在我能看看吗 现在可以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手机是谁都可以看 因为比如我的手机 很多都是工作电话 你随便谁拿都可以 就是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还是里边的确有一些你的小秘密 有一些不想让我爸妈知道的东西 您从那里边看到 你最想看的是哪条信息呀 如获至宝的 是 我给你划了卡了 可能是那个工资卡 我看到那山头 意思就是那女孩在花她的钱是吗 划了卡了 也不是 不知道是划 是划她的钱 是给她划工资去了 好 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 我也不高兴 为什么呢 他凭什么划我儿子的那个卡呀 我儿子原来的卡都是给我 后来 这句话 这句话是最重要的 你问儿子了吗这事 没有 我没有问他 憋心里呢 所以就是妈妈对这个女孩子的成见 这么分析出来呀 还不仅仅是因为这女孩的问题 还有呢 这个儿子过于爱这个女孩 你虽然还不是你的媳妇 妈妈已经有了这个婆婆跟媳妇之间的争斗心理 我经常讲啊 我说任何一个妈妈 等自己的儿子逐步长大 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 心里就开始有一个担心 担心叫我的儿子会不会娶了媳妇忘了娘 然后呢这个任何一个姑娘慢慢长大 要嫁为人妻的时候 心里就开始有一个问号 这个问号就是 我的老公到底是爱他妈多一点呢 还是爱我多一点 这位妈妈可能是属于那种 她可能看上去比你更爱儿子 是这样吗爸爸 是这样 但其实你们俩心里是一样的 来把儿子请上来一下 你现在如果有一些不愉快的心情啊什么的 会写在哪里呢 写在客户日志上 客户日志上 你觉得爸爸妈妈能看到吗 他们看不到吧 他们不会成口 你在上面写了什么呢 写了很多 一般都是喝完酒之后心里难受 写一些当时内心的想法 你在那上面写过爸爸妈妈的坏话吗 没有提及过他们 都是我跟那个女孩之间的 写那上面一方面是记录自己的心情 另一方面是不是你其实挺期待那女孩上去看的呢 对我就是写给她看的 写给她看的 对 可是现在的结果呢是 那个女孩不一定看 看 她看 你觉得看吗 她看 我知道她上过 嗯 就是说 或者说结果是那女孩在看 你父母也在看 你怎么知道父母肯定不会看呢 他们不知道我的扣扣密码 再一个他们也不会上扣扣 所以我觉得你太不了解你妈妈的侦查能力了 你妈看了你 都没被你发现 看你个扣扣又算什么呢 2011年1月1号 能读吗 可以 你知道我这从哪拿来的吗 打印的吧 是 那肯定打印的 这张纸 是我从你妈妈手里拿过来的 我想先跟你说一句 妈妈既然已经看到了 你不怪他们吧 也就是说在这半年中 妈妈为什么和爸爸焦虑成这样 是因为你写的所有东西他们都在看 你认为你的父母 冲一年1月1日 再见我的老婆 两个月了 每天陪伴我的只有酒精 我的身体状态已经达到了极限 每天清晨 咳出的谈中都带有血丝 走路的时候 经常有要晕倒的反应 我的眼睛已经连续肿了两个月 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 每天内心的思念 近两个月了 就另外一天 我没有在家里吃过一口饭 几乎没有和我爸妈说过一句话 我不想逃避 我也想走出来 我也想有一个和睦快乐的家庭气氛 可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我恨自己 我无法原谅自己的同时 也无法原谅我的爸妈 那天吃饭的时候 我二叔让我和我爸妈合一张影 我的底处心理达到了极限 我说不用了 我的重新开始 只是对2011的希望 在我叔叔的半说半骂中 我才极不情愿地站在他们身后 合了一张影 但从照片中的表情就能看出我的底处心理 在我叔叔的劝说强迫下 我才应付性地叫了这两个月来 第一声爸妈 喝下了那杯苦涩的酒 我在读这些的过程中 你妈妈一直在流泪 其实 我非常非常理解你 我相信你非常不平静 虽然 我应该说爸爸妈妈没有通过你的允许 去看你的QQ日志 也许是不好的 但同时你那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就像我写博客一样 写了我就应该知道 有人只要想看就能看到 你写的这所有的话 都像大锤一样 重锤 锤到了父母心上 这才是他们今天 为什么一定要来 为什么一定一定想帮助你 帮助他们的一个原因 你认为他们并不了解你 而他们认为 他们了解 尤其是第一段 你说 你早上咳嗽的谈都有血丝 你说你走路的时候 都是一个昏昏沉沉的状态 我想这样的语言 在任何母亲的眼中 看来都是非常之可怕的 是这样吗 这位妈妈 我天天在流泪 我怕我儿子生气搞坏了 你能告诉我 你怎么发现 他有磕磕日志的吗 我在网上搜的 你在网上搜的 你非常会用网络对吗 还可以吧 但你儿子不知道是吗 是 我就 他不过交流 我心里我也 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我就想着 知道他 现在心里是什么字 我就看看他 写的东西 爸爸知道这些吗 我不想 这些话你以前听过吗 我当时 前回家的时候 现在孩子 显得不像什么 老师喝就 就把他那个神贴 被喝坏了 其实 我见到你们 这个状态的时候 我就在想 你说你们三个人 为什么呀 都这么痛苦 然后没有交流 全是从背后 从网络 从很多渠道 去打听彼此 所以接下来 我就想请 我们的四位老师 来帮帮你们 你好 着急吗 看到 挺着急的 你觉得该怎么办呢 他们家这事 我觉得主要是 这个孩子 现在心态外不正 我觉得他不要 现在太牵挂 那个女的 现在人家 已经不在乎他了 他干嘛 还老写那些东西 他应该把 所有的东西都删掉 是吗 你觉得是这样 但是万一 那女孩还爱着他呢 爱着他 早回来找他 干嘛还要 跟他失去联系 你要是那女孩 你肯定这么想 反正我就觉得 他现在主要尽快的是 忘记那个人 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 忘记的方法是 不要留太多 他和那个女的东西 以前我就是这么做的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 先生我看 刚才这个过程中 你怎么老掉眼泪啊 我是张建的姑父 我也是看着他长大的 现在看着他们家庭 倒是这样 其实我也着急 为什么让他们来呢 就是为了帮助他们 彻底走出来 刚才几位专家 分析是特到位 其实我这个我这个内地啊 和这个和这个弟妹 真是过于担 像他们那些个做法 我都没做 我两个儿子 我没超这么大心 我一次没跟他去学校 他这个妈 这个起床之前 都要把水给他晾好他 怕儿子起床以后 水烫不能喝 我那两个儿子 早期我们不管他 早期你起床 自己喝点奶 吃点面包走吧 两个孩子很优秀 大姐您觉得这事您怎么看呢 我身边经历了就他们的情况 两样的 一个是我的亲戚 一个是我儿子的同学 家庭情况跟他们都一样 就是在父母太溺爱 知道吧 造成这样 如果咱们农村的孩子 如果要什么的话 不会成 不会这样 本身他的父母 他的父亲是从农村 长大的 长大的 应当让他们锻炼去 好 谢谢您 说得非常好 今天的观众 我们来看看各位老师 对此事怎么看 来 施钢老师 第一感觉啊 这个一家 看起来都显年轻 但是苦痛确实不轻 原因是缺乏沟通 解决靠舍身处地 谢谢老师 我觉得他们家 就是在孩子小的时候 就缺少快乐的元素 所以呢 这个男孩子呢 我相信他在跟女朋友 相处的过程中 一定制造的快乐 也相当的少 就沿袭了父母 对他的那一套 他可能又都给人家了 人都愿意跟快乐人在一起 所以他们家就是 由于不快乐造成 我刚才坐在那儿 突然有一种感受 虽然看似三个人 都很痛苦啊 都在痛苦着自己的痛苦 但是我觉得这个男孩 你应该感到很幸福 为什么 因为在你这个人生当中 经历这么大的一个波折的时候 其实有后面 有你的父母在替你分担着 有你的父母在后方 为你撑着 在帮你感受着 其实你应该感到很幸福 这个人在失恋的时候呢 有时候喝一点酒 麻痹自己 这个倒地就能睡着呢 未见的是个什么坏事 因为这个醒着的时候 睁着眼睛的时候 那个痛苦呢 是在痛心 这个酒精稍微刺激一下呢 他是睡着了 这个睡着 他漫长的时间 就不用再痛苦了 当然我不主张 人在失恋的时候 一定要用这样的一种方法 来折磨自己 但是你们把这个事情 想得太可怕了 男孩子 女孩子 都一样 失恋的时候 希望把状态给对方 堆积的多一点 结果你想想 你把你爹妈给架成这样 你想问小伙子 你现在坐在爸爸妈妈身边 你对他们是一个什么感觉 有怨 有爱 比较纠结在一起 怨恨交加 对 这种感觉是最不好处理的 为什么我要问你这个问题 你记不记得你刚才上台的时候 上来什么上来的 您只能用眼睛 瞟了一下你母亲 然后光芒的一坐 让自己一直盯着这个摄像头 不去看妈妈 但是你的余光 完全知道妈妈在掉眼泪 是 你那为什么这样吗 我自己说实话也说不清楚 这个或许可能就是你现在走不出这段情感 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你不会去坦诚的去表达自己的情绪 你只会把情绪埋在自己心里去发酵 什么样叫情绪 什么样的情感 情绪和情感都是在人的关系当中产生的 解决也只有跟人去互动才能解决 您试图着用自我的一种方式 伤害身体 喝酒 戒酒交愁的方式 这样东西只会戒酒交愁 愁愁愁 这个男孩子 我相信啊 他有可能会早上起来某一天 谈中带有血丝了 有可能啊 上火了什么都有可能 但是呢 也不排除 就是当我们失恋的时候 比如我跟少尔谈恋爱 我俩失恋了 我特别想让他 那个 特别想跟他在一起 但他不理我了 我肯定会说 你知道吗 我昨晚哭了一夜 其实我都哭了二十分钟 我说我哭了一夜 我伤心死了 我已经四天没吃饭了 其实我能可能吗 所以我可能就吃 没吃一顿 特有这样的感 有可能 来走吧 问一下这个男孩子 这里面有一些夸张的成分吗 没有 没有 确实是这样 因为我不到一 也就一个月时间了 我就瘦了十大几劫 九年二十劫 爸爸妈妈刚才讲到 其实也更多的是 想让对方看到 了解到 因为我已经联系不上他了 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让他还了解我一些 你以为对方是能看到的 是吧 他可以看到 你认为他会经常上来看吗 看 对 每天吗 不是每天 就是偶尔也是看的去 你知道他看的时候 是什么心态吗 因为我对他了解 他已经不是太在意 对于你所有呈现给他的东西 对他来讲 我以为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事实上你刚才你不愿意承认 或者说我也相信你确实就是那么难受 确实也出现了那些状况 但是你想告诉他 那你就是一定希望你的这个状况让他动心 让他有一点点心痛 让他觉得 哎呀 是不是好歹给他打个电话安慰一下 有的时候哪怕安慰一下都可以 一句话都可以 你的这样的期待 难道就不希望把自己的事情说的稍微重一点吗 这个东西我们都能理解 关键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特别希望你知道 你现在所做的这一切 对于那个女孩来讲 不是在往回拽 是往远更加推他 我并不是说要让他可怜我 我只是想让他知道 我就是一直在努力 一直在遵守着我曾经对他说过的那一句话 我相信这个女孩子一定有和你现在同样的感受的一段时期 但是这个女孩子她扛过来了 她走出去了 其原因正在于说什么 就在你们俩相处的过程中 可能你也没有给那个女孩子足够的她想要的东西 可能你放大了你父母反对这层意思 但其中一定有你和她相处中 她对你觉得你不够爱她的原因 是吧 才会促成一个女孩子经历一段很长的内心的痛苦 然后决定走出去 然后发现了一个可能更爱自己的男人 而你现在写的这些东西 这个女孩子看到之后 其实她倒迅速的获得心理的平衡 为什么 她至少觉得这个男人并没有骗我 她没有抛弃我 她是真爱过我 即便我们不行 你是在为她心理平衡在铺平道路 而你越写你心理越不平衡 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方法过去用了 对你成长 心灵成长有好处 但是要停止 以后不要再写任何关于这个女孩子的任何东西 就关于她这个儿子呀 她有的人看见她 能觉得她比刘德华都帅 这轮廓长得这太没毛病了 但是也有人会在某种情况下 某种氛围下 觉得她就是一摆小摊的 这太没气质了 人和人的观察是不一样的 但是父母眼里 特别是妈妈眼里的她 我这么好的儿子 怎么就能找一个那个学历的人呢 这种信息的大量的传递 弄到她自己没主意了 可不是说你儿子就彻底说没主意 他们不断地告诉她 说行和不行 这个人不应该应该不应该 让她自己产生了动摇 她也在犹豫 她要不犹豫的话 那个女孩就不会离开她 之所以那个女孩离开她 是那个女孩认为她对我并不好 你现在说什么的事情 那也会是当初你对我并不好 你妈反对的时候 你也没有站在我这边 你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你也没跟你妈去吵架 你跟我吵架 这一切都让这个女孩子 对她已经寒痛了心 所以人家才毅然决然地走掉了 她是今天意识到 而今天意识到的这个 不依不饶 不能离开 离得她活不了 实际上她也有错读 她未见的 真的就是那么那么那么爱这个女孩 再过四年 咱俩如果我还是见外 还在吧 在了 我敢保证跟你了解这事来以后 那都是笑话 你今天觉得根本没她活不了的这种感觉呢 是因为人家走得太仓吐了 太突然了 在你认为她不可能走的时候 她走了 我告诉电视机前很多正在受伤害的男孩女孩们 如果说是你想折磨一下对方 你就真的突然走掉 她就会特别痛 不仅仅是突然走掉 她里边有了男人的竞争啊 对啊 而且这个走掉是突然出现了另外一个人 这个王导说的这一段呀 特别的好 好在什么地方 这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点 基于你的心理为什么放不下你要知道 就是说你没看这个恋爱过程当中 似乎一直是女孩配不上你 对 结果闹着人家女孩把你去丢了 对啊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你心里不平衡 就是你怎么想应该是我把碳甩了 对啊 这才顺理成章 而且他之前说过每次每次分手 对对对 是你们全家都以为这个女孩学历低 没有稳定功务 是配不上你 弄半天时间的 你的感觉是人家不要你 对啊 所以这是你心里放不下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知道吗 小伙子 这不是一个简简单你以为那个很纯真的感情 是你心里不平衡倒下的一个放下 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你这种恋爱是背货 不是你左动的 是由于这里有爸爸妈妈的干扰 是你没有坚定信心 没有完了这个事情 所以你有遗憾带来的 要解决遗憾的问题在里面 所以你不要把这个物读为 是你对这个女孩爱得有多深 对 这样你就好解决了 女孩子的心里是这样想 你不是觉得我配不上你吗 我还就不配你了 我配别人去 这些信息的这种突然的发生 对他来讲 一般男人都扛不住 哥们也扛不住 他这个过程当中啊 就是这种感情 像诗根老师刚才分析的特别特别正确 不是说你有多爱他 其实我们都经历过感情 不是说在那个时期 不是说我们真的特别爱这个人 只是这种信息 不对等以后你会觉得 哎呀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特别是作为男人的自尊 在这个时候受到伤害了 你想通过种种方式 哪怕他这个时候回来了 过不了多久 你可能为了补回男人这种自尊 有可能你会主动提出来分手 我们在这个场合中 见过了太多人的爱情故事 我自己还有一本书专门写爱情 所以我认为我们对爱情的理解 也许从经验上来说 比您稍微多一些 不一定是我们的经验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 他山之石可以公寓 别人走过的路 你说在我这就可以发生奇迹吗 所以我特别想告诉你的事 小伙子 不管他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或者说也许真的有一天 他还会回到你身边 但你现在必须要改变策略 我觉得建议老师刚才跟你说的那句话 你要记清楚 首先不要在网上做任何的这种东西了 你再做就伤害你妈妈 我敢保证她回去还会看 就伤害你妈妈 所以你现在必须改变策略 改变什么策略呢 各位赶紧给她出一主意 她该怎么办 我给你做一个现实的一个东西 妈妈就站在这个地方 站在这个位置都可以 你孩子有两米左右 孩子你站在这个地方 你就站在这就行 面朝妈妈这样站着 你现在是不是心里特别放不下 这个姑娘是吧 对 其实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不完全知道 自己为什么放不下 反正就是放不下 就是爱她 就是爱她 你现在解读的就是爱她 对 是吧 你会不会把一个眼睛闭着 可以没问题 要不然你不行 你就拿手舞 知道 就这样看妈妈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 这个树叶 有点像你的女朋友一样 绿色 我放到这个地方 你能看到妈妈吗 看不到 一点都看不到 对 对吧 这就是你目前的状态 因为你把这个事情 离自己离得太近了 顺着我的数学往前走 什么时候你能看到 看到你的妈妈 你仍不要往前走 我的数学 你什么时候看到你妈妈 你能不光往前走 你能不光往前走 什么时候看到你妈妈了 现在看到了吗 没有 看到你妈妈了吗 看到一只眼睛 还看到你妈妈了吗 看到了 全部看到了吗 对 感觉一样 你目前的状态 就是这个事情 离你太近 你所有的注意力 都在女朋友身上 所以你眼中 没有你的妈妈 你整个情绪都在这样 我们古代有一个成语 叫什么你知道吗 你也障 这就是你也障 我只想让你仔细体会 刚才树叶 贴着你的眼睛的你的感觉 跟慢慢离开 你完全看到 这样一个母亲的感觉 因为我当时看到 你全部看到妈妈手 注意到你的手 她的变化 你一定是好长时间 没有认真 端下过这个妈妈 可你在她肚子里 带了十个月 妈妈从小 怎样帮你带那 你是清楚的 所以当把这个事情 拿开一段距离的时候 小老子 小老子完全相信你 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你之所以解决不了 就是这个女朋友 现在连你太近了 你没有办法分辨 好不好 小老子 你继续在那里待着 我相信妈妈 所有的爱 都是因为突然有一天 她发现她害怕 她的那份得到 不是全部 刷了一下卡的出现 让妈妈 有了心理上的那种不愉悦 到今天为止 妈妈承受了多少 其实和你的承受是一样的 你觉得你什么吐血呀 站不住啊 你知道妈妈 是怎么撑到今天的 不需要你们之间有 多么迅速的和解 但至少 我希望你现在有 愿意 有情愿 有主动的 常常去拥抱拥抱 自己的妈妈 比如说现在 你要走到她跟前 抱着妈妈 说妈妈 注意身体 注意身体 我相信她会非常非常开心 因为你也会开心 你别哭 你哭了 我心里也会哭 你笑一笑 就这么多姐姐 你笑一笑 我都笑一笑 你不要再哭了 你再哭我心里可能 让你走出了 我要这样 往水里拿过 妈妈你听到儿子的说话了 我觉得她说的非常对 从今天 您一上来 您就一直是这样皱着眉头 眼睛里有泪的感觉 我真的觉得您现在也是一页账目了 您这个树叶也是这件事把你挡得太紧了 妈妈您 如果您给儿子一个灿烂的微笑 可以帮助他更快地走出来 你一定要听你儿子的心声 他希望妈妈笑 对不对 我一直在受他们情绪的影响 你说我回到家里了 他们两个人没说没笑 我其实看着心里也是挺便宜 就如果妈妈是那种的回来 里面我说 哎呦儿子回来了 吃饭吃饭吃饭 赶紧多吃点 你是不是状态会好一些 对 我虽然说我特别羡慕 就是我辜负我大姑家这个生活环境 当然像我回家了 我看到我四叔 我二叔 他们的一家都欢乐融融 偶尔开个玩笑 我就真的特羡慕 我就觉得我回到家 这一切我得不到 我就是感觉到内心的压抑 我能够看出来 你没有内心真的想拥抱你母亲 只是你完全亡导的一个任务而已 但是我真的希望你 从今天调整之后 你要从心里边真的开始 我不一定是拥抱 我觉得如果你们从来没有拥抱的习惯 不一定是拥抱 你可能就是这样 回来了 我觉得不一定是 所有的拥抱都要用拥抱来解决问题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一件事是 就是你从现在开始 你一定要懂得爱情中是有一定技巧的 当他现在离开那么远的时候 你如果真想把他拉回来 你是要自己强大 我强大 这种强大不仅仅是金钱 不仅仅事业 我内心要强大 你只有内心强大了 你想要的东西才能回到你身边 而且到那个时候 也许你这已经不是你想要的东西了 刚才其实王导感觉到了 主持人也感觉到了 您自己也认可了 就您刚才给妈妈的一个拥抱 是王导的邀请 我在背后推了一把 回家看看镜头 妈妈根本没有介意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妈妈是全情地扑在你身上 并且回去看看妈妈是这样在拍 拍的 真是那个手是有力量的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呀 你自己能感觉到妈妈拍你肩膀的感觉 记住 我给你演一遍 你不用等回家看 这是你 你背苦了 你老苦你有啥意思 你老苦你老苦又干干什么 对不对 妈妈在这样 我这说多少遍了 然后你那个感觉 就撒开了 你看这个撒开的 它放得非常 突然 老师这所以强化这一点 就是真的 就是说 妈妈对你的爱 那个巴掌 我觉得你能感觉到孩子 任何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 她不区别孩子是真是假 但是没有任何考虑的 这一点强化 我觉得你都会慢慢理解妈妈 你自己也应该去检讨自己 就在这个家庭当中 为什么没有快乐 爸爸刚才说了 你已经长大了 你能不能去做这个家庭 这个快乐的引领者 就每天有你 这个微笑从你这开始 传染给爸爸 传染给妈妈 如果你能做到的话 你不要苛求父母为你做什么 就是首先你自己能改变的话 我相信这个家庭的氛围 能够得到改变 你刚才说 我特别羡慕 姑父姑姑家的那种感受 我相信姑父姑家的他们的儿子 肯定跟你的状态 也在家里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从你做起 我相信是一个月 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我觉得啊 就说对于今天这个男孩子来说 我倒觉得告诉他怎么去对父母好 我相信他心里面非常清楚 他特别知道 但是我觉得对你们家人现在的状态 应该是每个人就是演都应该演给别人笑 每个人都先学会了笑 这个家里很多事都解决了 如果这个父母 你看你看他们现在坐在这里 这个状态 我们其实在刚才这个过程中 就在老师们讲话的过程中 你们有笑过吗 有笑过吧 我问问爸爸吧 你老婆最高兴的时候 是啥时候 你带着她上过什么 比如说公园啊 上过什么动物园 去过没有带你老婆 去过 去过 她看见什么动物的时候笑得最开心 看着场景录最开心 看着场景录最开心 对 搞过的数据了 她能够之后 问题是我要演场景录够强 但是我要给你老婆演只猴子 我还是可以的 我要是学个猴子 你能笑一下吗 能吧 好 来 给你妈学个猴子 来 来一下 跟我一样 来 你我学得了 来 一二三 走 走 你还真没我学得这样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跟您王导说的似的 我要学得比您像 我就坐在那个位置 太气了 哎呀 老师学 哎呀 老师学 哎呀 哎呀 学他妈呢 真太气了 哎呀 王导 哎呀 王导没事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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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您坐好 我就是让你们重庆我 你们以为我真太气了 我坐这儿了 王导就没事了 你看他明白 他坐那时就知道我没事了 你就是他们 以为你儿子犯了多大事了 哎呦 这个怎么办呢 当个猴子就能死人 当个猴子死不了人的 比如说他们一天站在那个 这悬崖边上 在这么重 这你就得注意了 问题他不是 他还是告诉他 因为他离开他之后 他很痛苦 他吐血了 他站不住了 腿软了 至于把你们吓成那个样子 你明白我们刚才的苦心了吗 我明白 小伙子 你现在目前的反应 我完全理解 我想来说爸爸妈妈了 我给妈妈想先说一句话 我知道你特别的爱儿子 是不是 你可能比一般的母亲 都要爱儿子 所以我们给了你一个评价 把爱子前面加了个逆子 叫逆爱 爱的方式不对 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因为逆爱 考虑的需求是有问题的 这样子说你听不懂 我现在给你现场 给你表演 我刚才设计了一个环节 你看一看 能不能把这段东西看懂 现在我们来一个角色扮演 孔曼是一个卖菜的 我是一个买菜的 王导也是一个卖菜的 你看我们之间的对话 有什么问题 我要买他的菜 我吃以后 老板 你的菜多少钱一斤呢 我这是蜈蚣嗨的 今天是大棚出来的 很新鲜 你看这个菜特别好 我看你这挺好的 你这菜多少钱一斤呢 我这是从山西进来的 昨天马上才到的 特别特别好 您看这橙色 我知道你这个菜特别好 我问你菜多少钱一斤呢 我跟你说了 我这菜是蜈蚣嗨的 然后还没有失化肥的 这菜两块一斤啊 两块五了 再过来就三块了 老板给我一斤芹菜 我要买一斤芹菜 两块五 你干嘛不买了 我这菜特别好 我一直问你多少钱一斤 你一直告诉我菜 我先跟你说这菜多好 就在附近什么山西过来的 那么远 好可以了 现在妈妈你看啊 这个情节当中 我给你解释一下 第一 你觉得不排除她的菜 如果她的菜 的确像她说的那样 是从菜籠手间直接进来的 你觉得她是为我好吗 她这样解释 是为我好是吧 那你觉得我领会到她的好了吗 没有 什么原因呢 菜贵 不是 她没有说多少钱 我关注的是 她这个菜的价钱 对 她一直在告诉我 她这个菜特别好 她这个菜特别好 这我不说多少钱 你跟儿子研发师 你好好想 我觉得你现在 基本体会到我的意思了 就是说 你一直觉得妈妈是为你好 妈妈真的是为你好 妈妈怕你将来遭罪 但是孩子关注 他这一段情感怎么处理 有一个人喊了一句 两块我一斤啊 他扯了我就过来 上来给我一斤 马上就买了 明白了吗 妈妈 这就是我现在 我现在给你这一段模拟 就是你跟儿子之间发生闭理的关键所在 你的好心一点问题 你又真是好心 儿子呢也真没有任何问题 他误解 是因为你们之间的好 没有让他可以接受到 我问孩子一句话 孩子回来 把你支付妈妈听了 小宝子 您的前面这个女朋友 沉不沉浸 劝过你 说是你千万不要 因为我们俩的事情 让你妈妈她们伤心 曾经也说过 妈妈 我就给你告诉 这就是你的儿子为什么到现在都放得下的原因 你女朋友那一句话就有点像相当于王岛上的 哎我的勤态两块钱一斤 就我脑子里装的就是一个我想要一个多少多少钱一斤 他的脑子那个他马上出现这么一个人 所以我猜我都能猜到女朋友会这样去安慰他 要不然这个男孩子他不至于现在在顶到这个情感当中 怎么那么放不下这个女孩子 因为这个女孩子这样的话对她影响太大了 你不能因为我们伤害你父母 这多么懂事的一个女孩子呀 所以妈妈一定要注意 你们现在力量出现了非常大的这个边坡 这才使得你现在没有办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 我觉得这位妈妈吧 其实她爱孩子的心一点错都没有 是吧 天下父母嘛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实际上就是 您呢主动给她的女朋友打电话 这就是您这个溺爱啊没有方法的一个特别典型的表现 您俩犯了一同样的错误 不该管到人家那边的时候 你们都越界了 就人和人间相处 其实人活在这世上就活一个人际关系的快乐 你再有钱没有人际关系的和睦不会快乐 那么人际关系的快乐怎么来呢 就是一个掌握好心理底线 就说这事该我管我就到此为止 但是往前越一步就越了别人的底线 其实有一个细节大家不知道关注到没有 这个女孩子其实最开始是妈妈介绍的 就妈妈托人介绍给儿子的 最开始是我介绍给儿子的 也是希望他们接收 后来慢慢的接触工作当中 发现很多信息是不真实的 然后就发现 原来这个女孩是配不上我们家儿子的 但他们已经在赶上已经互相都互动起来了 这个时候妈妈又控制不了这个局面 然后又生差包括打电话 所以才导致今天这个一个妈妈觉得整个控制不了了 其实妈妈内心是不是也会多一些内疚 最开始 当孩子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 儿子你要知道 妈妈在你没有女朋友之前 对你多么好 她都不会觉得不舒服 因为妈就是爱儿子是无条件的 爹爱儿子也是无条件的 但是这所有的这种付出 就是因为儿子突然有一天和母亲不能相守在一起 天天看到他的和妈妈在一起的那种温存 相反的有另外一个女人跟他就共同享受了 分享了 这个过程作为母亲来讲是需要一个调整期 我觉得这位妈妈实际上呢 我相信她一定深爱着这位父亲啊 但是可能父亲这个比较木讷一些呢 可能在情感上呢 一个女人可能没有得到太多爱的需求 所以说呢 她更多的呢 她采取了一种给予的方式 就是我爱我的儿子吧 然后她祈求她的儿子呢 其实更特别特别爱她 那么这个时候儿子长大了 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儿子特别喜欢的女朋友 实际上就潜 就是潜在的危机就是意味着要剥夺 妈妈想要享受的 甚至觉得这两份爱都要 爱 对 所以说妈妈为什么对一个划卡的行为那么在意呢 那个卡其实就帮你儿子干了事了 你儿子自己划还就跑上银行 那还帮您干了 然后你还看着不乐意 那可见要花了你儿子的钱 就更觉得不是我相信您不在乎钱 还在乎那我回头 这儿子就说明他多爱这个女孩子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人家在谈恋爱的时候呢 您就过早的介入了 您以一个婆婆的眼光在想这个女孩子了 所以就不高兴了 然后就容易挑刺 所以说这样呢 就弄得那他们俩的关系呢 实际上就过早的已经进入了一什么呀 家庭纠纷了 本来谈恋爱不应该介入那么多东西 就是他们两个一个感情的问题 但是介入了很多东西 其实现在好好想来 儿子在创业 女孩子一定也跟着吃了不少的苦 所以说呢 想当初多想想 大家每个人的优点 就不至于闹得心情这么不开朗 他们夫妻俩情绪有点传染 你看一般啊 在我们看到大部分的家庭案例中呢 儿子找一女朋友 父母不同意 常常是一个人特别不同意 另一个人呢 是中立态度 我们看到大部分家庭都是这样的 而他们家呢 情绪传染了 妈妈把情绪传给爸爸 把他围围 更负面传给妈妈妈 所以他这火就拱起来了 如果有一个人 比如说这个父亲坚决不同意 但这个母亲呢 反正儿子喜欢 他能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 可能这事就没这么麻烦 王芳说这一段 我让爸爸妈妈听进去了没有 听进去了啊 我再多解释一下 你记得你的儿子在场上有一句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俩总能想一块去 还记得这句话吗 这就是王芳这段话 后面一个最好的注解 其实王芳刚才产生 就是一个家庭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是否能平衡的一个关键 任何一个家庭出现问题 如果夫妻双方出现高度一致 带来的结果 可能就是今天你们这样的结果 孩子觉得你们俩团结起来 在跟我干这个事情 对 他就会跟你们敌对起来 我给你做一个演示啊 比如我跟诗刚老师 现在我就是这妈妈 我是妈妈 她是爸爸 这个我今儿啊 已经看到那小女孩的情况了 跟咱说的不一样啊 你说怎么办 你唱红脸我唱黑脸 我唱红脸 对 那我我就跟他交流 你跟他交流 学里低点没啥 关键你爸 要不然如果咱俩要是都慢 我怕这孩子接受不了 再跟他俩顶着干 所以你俩是就往我这推 然后你又碎着儿子往前走 啥事都往我这推 他一问我 我说是呀 那是就不红烟 我就这样就行了 那我就跟他说 但咱的目的是打倒 他最好便跟这女孩交流了 对 您看行不行 可以 就这么定 他有的那些过程 我不知道你们俩看明白了 先生您看明白了吗 明白 咱们是直接把结果告诉儿子 他们家如果说 比如说爸爸就是看到以后怒了 马上就跟儿子急 这还好办 他不是 小的时候把招拉机打打屁股 现在儿子大了 一个人能一天想这个问题 烧了手 接着再抽 不交流 不说 儿子出来看见爸爸在那儿踢 进去看见爸爸 关键妈妈还躺在床上呢 我这不舒服 那不舒服 这是他们家的场景 你说这能解决问题吗 解决不了问题 只有一个问题解决 废比原来更黑了 其实爸爸在那个台上 接受采访 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这儿子不坚决 说儿子如果坚决 其实我们老俩也就怎么样了 你想想 从小教导儿子的这个过程啊 儿子不可能做出坚决的主动 他要是那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说这个女孩子 我不管我爸妈 通通你跟我走 我就认定你说我这辈子老婆了 你看这女孩现在依然在她的身边 但是她绝对做不出来 正在于什么呀 她们前面所掩饰的你们这个夫妻关系 那个形成了对她的巨大的压力 她扛不住 所以她心里可能敢想 但真的不敢做 但是由于父母又特别爱孩子 其实他们有的时候也很可怜 其实你们一辈子把孩子给培养成这样了 现在你们现在又想让儿子 其实男子汉一点 那么她坚决地做出一个决定 让你们老俩呢 也就是认头算了 也不至于全家搞成这么痛苦 可是你们现在这种态势 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觉得爸爸妈妈应该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你的儿子今年三十岁了 像爸爸刚才说到 我的儿子今年已经长大了 就意识到儿子已经长大了 那在情感上也是一样 要让她去自己去独立 自己去体验 包括这次情感 这个四年的情感 到现在画上一个句号 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画上句号的 我觉得对她来说 都是一个成长的锻炼 就父母来说应该感到高兴 我想跟父母说呢 你们过于敏感和紧张了 刚才这位姑父 我觉得说特别好 他们对儿子 没那么敏感和紧张 反倒地创造了一个快乐的氛围 就您不用管它太紧 我建议您呢 您就应该到那世家庄大街上 您该逛街逛街 该买菜买菜 该扭秧个扭秧个 该唱歌唱歌 你根本就不用 把那么多心思放在这个儿子上 人家一走了 又是看手机 又是看QQ的 用不着 你说是不是小伙子 这个小伙子 我还是特别希望你 面对现实 本来呢 我们节目中呢 安排了 让你和这个 可能妈妈通一下话 但是刚才 因为我们再次跟 女孩子的妈妈交流过 我知道这可能 真的不是你想要的信息 或者想要的消息 但是我们的确拿到了这个消息 我想你是一个男人 你应该承受 或者说你应该知道这些 然后让自己更快的走出来 他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 而且他马上就要步入婚姻的殿堂 他不希望你去打扰他 并且他说他祝福你 而且这个女孩子 他真的真的非常感谢你 给了他将近四年的一段 深深的情感 他一定会放在心里的 所以我特别特别希望 你能把今天来北京 来到我们这个节目 当成一个最确定的 转折点 你们真的分手了 我多么希望 能把这个女孩领到现场来 能够看到你们和好 但是 我是一个媒体人 我必须要把事实告诉你 这是我的工作 他的哭 其实妈妈你们不用担心 他需要发泄出来 而且我觉得今天坐在这个场上 这种仪式感的结束 对他来说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您现在有力量 对他说几句话吗 做一个仪式的告别 对我相信 他可能会通过这个看到 我在这个节目里 已经不太方便 再提他的名字 我就以以前 我经常叫他的称呼 在我心里 永远是我的老婆 我会永远爱你 以后我不在你身边了 照顾好自己 来世 我不会再让你流泪 听起来 听起来非常感动 听起来非常动人 听起来让人 有点舍不得你 但是听起来还有一点点自私 是 我确实对他特别自私 我明白 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的话 你就应该有这样的心胸 对 他幸福就好 对 这就是爱 你如果只想着说 你永远是我的 我还是走不出来 对 那么你不但是你自私 你对于他自私 你对于你父母也很自私 所以我觉得 因为你是男孩 你必须要成长 听到主持人告知的消息 一时之间张剑无法接受 曾经过往的美好 都浮现在他的眼前 那些甜蜜的话语 那些携手走过的长鸡 都还历历在目 但风景留在一人一区 这一切的一切 都撕扯着张剑 原本就伤痕累累的心 令他情绪激动 我这么爱你 我被你改变了一切 可是我得到解过时 此时此刻 张剑激动的言语 似乎印证了专家的话 也许他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 那么爱这个女孩 只是女孩突然的离去 令他无法释怀 看着儿子失声痛哭 一旁的母亲再次落泪 这样纠结的情绪 笼罩着现场的每一个人 而此时张剑的情绪 也到达了崩溃的边缘 都怪我 都怪我 鉴于这种情况 栏目组决定让心理专家 对他做一次心理疏导 帮助他走出痛孔 你们曾经在一起 可能有过很多的牵挂 很多的甜蜜 很多的不舍 当然你们生活当中 也有很多的珍藏 经过施刚老师的耐心疏导 张剑似乎放下了心中 压抑已久的大事 高声呐喊 我祝你永远幸福 我祝你永远幸福 再大点事业 我祝你永远幸福 从张剑高亢的喊声中 不难听出他的痛苦 而此时专家和主持人 也在对父母进行开解 在施刚老师的引导下 张剑终于鼓起勇气 重新回到舞台之上 他要为自己将近四年的恋情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做最后的告别 施老师聊得愉快吗 非常愉快 非常愉快 如果大家自习观察 会发现他的精神头不一样 对呀 而且他答应我 他自己愿意走到这里来 重新进行一次告别仪式 哦 太好了 来 我爱你 所以我会祝福你 只要你幸福 我也是幸福的 我会走出咱们这段感情 我会把咱们的这段感情 永远封在我心里 我祝福 我会永远的留在心中 你知道吗 在你离开的时间里 我们和父母做了很多交流 爸爸妈妈特别希望从今天开始 给你创造一个快乐的家庭氛围 特别希望下一段感情 你能自己选择 他们不想做过多的参与 特别希望你能活得快乐 你能不能给告诉爸爸妈妈 让他们放心呢 我会走出这段感情 我会重新开始吸一段感情 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 说的那样 为了结婚而结婚 我希望你们 每天也快快乐乐 听到儿子说 希望自己快乐的时候 一直沉默寡言的父亲 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主动上前拥抱而已 半年来所有的冷漠 都融化在父母温暖 而真诚的怀抱里 录制结束之后 主持人将自己写的书 《我是爱情课代表》 送给了儿子 希望他能够真正走出 这段感情带来的伤痛 翻开崭新的一夜 去迎接人生中的下一个美好 栏目组会继续关注他们的生活 希望他们一家人 可以真正的快乐起来 这段感情有的 播放 部分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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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证明 证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